草内县钢铁大亨登九人起诉 早年以北甘南侯并列台湾商界两大家族的钢铁大亨甘建福 身家近百亿 他也是上市公司春雨钢铁的董事长 三年前因时任风车大厂日月光财务经理兼发言人的儿子甘志文 得知收购内县消息 百亿大亨甘氏父子及亲友共九人 因贪图1500多万元小利 近违反内线交易 昨天被台北地监署起诉 2009年11月18日日月光宣布透过海外控股公司 公开收购环店在外流通股份 每股收购价锁定为21元 总交易金额达189亿 甘志文应事先掌握消息 通知家族提前进场 在17元左右大量买进环店 重大讯息公告前几天 环店年日爆量飙涨 等消息正式曝光 甘家亲友在19到20元间出托尸骨 短短数天获利1500多万 检方昨天起诉甘建福亲友等九人 及安侯国际财务公司顾问黄蒙宝 由于事发后 甘家等人坦诚犯罪 并将不法所得全部缴回国库 检察官特别请求重庆量刑 孙宇公司表示 董事长个人行为不便评论 日月光则说甘志文已非日月光员工 其个人行为对公司盈喻没有影响 东新闻综合报导 本集完 本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